日岁山贺岗阿美族实验小学配合学校的文化课程 13号上午进行西流文化课程的实作 部落家长也全力支持教学操作 不仅学生学得深刻 老是与家长在民族文化教育上也彼此教学相长 不论是哪阳爱的搭建还是米达法 演语法或者是石头火锅 之前在教室里学的知识 现在在西流河畔边统统都要操作实现 石头是不是煮好了或是烧好了 以前是用就地取材 但是以前阿美族怎么用石头煮材 就是要把石头堆起来 然后还要把芒草 姑婆玉这些把它搭上去 也要很多人一起做 因为之前我们没有直接去操作 然后现在是直接的去到现场直接的实地的操作 那这些辛苦值得吗 值得 不只是学生们 老师与学生家长也都到场实际验证 借着现场天然和川西流流域生态环境 穿受学习实践阿美族西流文化 今天主要是这个步骤 那他们也用这种方式去认识 文化是流动的 然后老师在接受知识 在转化成教学的方法 会有自己的一套的方法 这是乡课纲秀孤兰阿美族实验小学 配合学校民族文化教育课程 今天上午把教学场域拉到了秀孤兰西北侧之流 除了学校老师 学生家长及部落族人也都成为学生们的老师 将阿美族溪流生态文化智慧 藉此教育传承 现在学校竟然已经成立实验小学 也让小朋友接触到很多以前部落的文化 让小孩子知道要怎么延续下去 这个部落的文化才可以去传承 有学生家长以及部落族人的权利协助 成为学校民族文化课程中最得力的助教 校长有可如肯定社区部落的支持 也希望孩子们在规划的文化课程中 吸收自己的文化养分成为一个真正的版杂 那在整个学校的最大的一个场域 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修固卵的一个河流的流域 那我们也用这样的一个环境来进入我们的课程里面 希望孩子从我们的民族的这个知识体系里面去知道 我们的族人如何善用我们在地的 溪流的一个地形跟地貌 2020年8月1号原住民日 正式启动的赫钢修固卵阿美实验小学 每周九堂课的民族文化教育课程 虽然才刚起步 然而在学校努力及部落族人的扶持协助下 部落孩子的民族文化教育稳健的向前迈进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